大家好 欢迎收看跑男来了 我是杰妮 我现在呢就在本期节目的开场的录制现场 我们会发现这期节目里面出现了很多民间传说中的经典角色以及经典物件 大家对于哪一个MC的扮相最为印象深刻呢 当然你也可以弹幕给我们留言留下你的想法 说不定我们的节目组就会采纳了 好了 还是送上今天的精彩幕后花絮 欢迎子逸来参加我们的跑男来了 谢谢 今天都是新昌当地特别有名的小吃 好 在白天的时候已经品尝过一些美食了 很好吃 我很喜欢吃那个蒸饺 这么好吃 这样先吃哪一样 这是啥呀 这个就是特别有名的新昌炒年糕 它是带汤的炒年糕 这好吃啊 它就是先把年糕炒完了再煮就特别入味了 这个好好吃啊 这是全场最佳 今日最佳 这个好好吃啊 我喜欢吃这种味重的东西 这个味儿就挺重的 咸咸的 咸咸的 好吃 好吃 你要记住它们的味道 等一下要选出你心目中的前三 这就第一了 第一 是这个 我喜欢这种就是皮薄薄的 然后馅大大的 这个是蒸汤包 长得很像小馄饨 但是它比小馄饨的皮要更加薄一点 而且很透 而且很Q弹 筋道 然后你看你前面的那个包子 它是有一半猪肉馅的 有一半是豆腐馅的 它都是用发面做的 吃肉的 我喜欢吃肉的 还挺好吃的 发面是什么意思啊 发面就是你看它的面是软软的 然后有很多气孔 然后此面的皮就可能更像饺子皮 我看看这个是豆腐 我觉得还是肉包好吃 我不太喜欢吃素菜的包子 那平时菜面也喜欢肉类的 不一定 最近可能吃肉吃的比较 如果有点腻就会想吃青菜 摸着良心说这个真的是封神了 那你尝一下 青苍春卷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啊 青苍的春卷很多是包一点猪头肉 豆腐 他们爱吃的各种蔬菜 好像是豆腐 他们这里很爱吃白豆腐 嗯 他要吃的 全上最佳 第一 还有呢 还有别的吃的 还有啊 我们吃这个 没放下 行 再放吧 这个就不要 这个不拿走 我还想吃会儿 对 我帮我们进行第二人的美食测评 这个就是跟我今天录节目时候就吃的那个有一点点像 好吃的 你比较喜欢它做成汤的还是蒸的 你比较喜欢它做成汤的还是蒸的 我更喜欢蒸的 因为蒸的里面感觉比这个咸 比这个咸 比较是咸一点的 然后那个是梅菜乌肉 它的梅菜是炖干菜 下面呢 我要拿 这是我的筷子 这是公筷 我们用公筷扒了一下 这个就是整碗大米饭能给你吃到天荒地老的那种 挺好吃的 这是什么呀 糟肉 姜浙这边比较多的 感觉肉肉质挺嫩的 它是腌的 而且它这个腌应该是在做之前就把肉给腌了 然后腌完以后又做的 对 对吧 这两道菜都是很适合下饭的 就是干饭伴侣 想问一下 你平时喝豆浆喝的是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 有喝过咸的吗 没有咸的 要不要尝试 可以 可以 据说 跟我们的摄像 它从来没有喝过咸的豆浆 但是一秒钟就按着了 好 真的吗 这是一碗就是咸豆浆 和我老家有点不同 因为我在老家的时候 我们吃的都是甜豆浆 然后现在来 感受一下 我现在也要吃油条了 我一约能认识到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吃这个 因为它这个咸咸的泡完油条以后油条也带咸味了 其实我以前是甜食爱好主义者 但我最近其实觉得除了甜这种味道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味道也都是很好的 像这个咸咸的我觉得挺好喝的 我以后我想我会来新肠的话我也会点 挺好吃的 全场最佳 这次碗 这个就是太好吃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来这边的话 一定 一定要点这个 就是这是我吃到过的年糕最好吃的一种吃法 就这个我要给大家好好安利 第二名其实是那个蒸饺 但是一定是蒸的不是汤的 它那个皮非常的薄 非常的Q弹 然后里面的肉配的也很好吃 第三的话我觉得这个吧 这个梅菜扣肉就是非常的下饭 平时的话在家吃饭都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点外卖居多 然后可能妈妈来了妈妈只会做饭 自己其实 拿酸奶 然后搬点麦片 然后切点那个香蕉 就放点那个蓝莓 这就是顶多我会在家自己做的东西 作为跑男的老朋友 参加了这么几期节目之后 有没有什么特别想玩的还没玩到的 其实这期有点遗憾 因为我以为 天哪 我终于赶上一起跑男推理 我真的很激动 很开心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 跑男这次会给我身份 然后呢给我身份 我还没有玩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非常难过 我希望下一次再来跑男 我可以做一个有身份的人 然后呢玩好了 嗯 好的 那今天我们要跟子依说再见啦 谢谢子依 拜拜 我们下次见 explaining 依依 你还在吗 依依 依 this bar 她拦住我了 这儿 这儿 依依看出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 不愿参与你们这些内斗 这一期为什么有这么高 前两天录影节都很紧 然后又有好多鸡蛋是多 所以到这一轮就是 内容上各方面就是定的 比较晚 因为前面工作量太大了 除了晚到去工作量就 再赶进度 明天来得及吗 没有来不及的工作 就是会评估嘛 有的来不及的那就是做减法 先保证功能性安全性 美观的东西可以相对舍弃 这个都是昨天晚上才 材料才到 就是一天打成现在就要 那我们试游戏啊 好呀 好 你往后站 我觉得可以不用 准备 往右一点 往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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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什么完全插不出来 救命 你不要挥手这样跳 是个门 出不来这题出不来 这题不行 我 我 我 这个人 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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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白龙 白龙 一遍 好 对了 这个正确答案 这个正确答案 我一起讲了一句 绝对 不是这种人物出发 这种人物好无聊啊 尼奥也是类似于MC 在节目中好玩的照片什么的吧 翻来一个题啊 包子 猎豹 猎豹 答对了 我也是动物 黑熊 熊猫 回答证据 你怎么看着什么的了 黑色的爪子 北极熊 回答证据 北极熊 北极熊 啥 啥 啥还表示你跳起来就弯的 你要 你这样跳 是全部的题吗 对 太无聊了 现在就是所有的图都太正经了 图本身就是很无聊 好的 有一些图片啊 你们重新调一下那个题面的画符 对 图片的正确答案可以裁到 整个松鼠是靠在 右边的这个画符里面的 中间都是空白的 是个森林须的一个景 这样的话它跳在这里面 这里没东西啊 你往左边看看 往右边看看 在右边 因为你切出来比如它是一个倒着的 是个斜着的 比如说你喜马拉雅传奇 你应该是用它幻化成蛇的时候 它不是铲在那个柱子上吗 头是人但下面是蛇尾 比如说它以为是蛇 其实不是是白素贞 好的 来 这个没吗 这个没吗 光晴天 光晴天啊这个是 光晴天啊这个是 光晴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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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边一点 我的谁啊 好的 先正确答案看一下 我倒过来好的呀 倒过来好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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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找一期 再找一期 看一下吧 今天还有半天时间 好的 谢谢 帮助大家吧 弄完之后明天唱 我们自己再吃了一下 我觉得都盯着这个场景 现在吧 更重要 这个时空现场 昨天晚上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 起雾了 看到上面那些架子 然后昨天晚上 起完雾之后 所有的颜料 全部都往下掉 这雾就跟寂静饼一样 昨天还有95% 都用不上的题目 后来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通常找题目 点夜找题目 找到了凌晨三点 哪些你觉得不好的 我们直接就删掉了 从单题简单的先开始 是三十四 三十四 是不是没有人物几次做的 我看是的 咱们放你成那张吧 六十一 六十一 好 好 那我们答案是 你就这样出了 好吧 好 社长老师准备 草坪 打板 萝卜 白萝卜 对不起 这么没有内涵的题 你也能出 那你倒是拍出来 我都没想到 从你的体里有白萝卜这个体 这个白萝卜不同于以往的 白萝卜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约 好可爱 好可爱 操作一下 你觉得里面可能最有效问题 是哪几道的 今天有个萝卜 对 做这个腰的萝卜 又到了跑男来了的独家放送车里的 悄悄话时间了 我们去看一看 今天一天下来 他们都聊了些什么呢 我这个头发太高了 姐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扮上古装啊 是 我第一次扮古装 第一次穿这种衣服 这个假发得有好一斤 我感觉如果一直扔弄这种头发 这头发头顶都得涂了 我感觉 就说嘛那拍古装的 还有那男生老沾那种假发套 你被拍了两个部戏以后 那发展现往后一两指 我的妈呀 我的天哪 那您是从小就学过 对 我从小练去穿那种衣服的 所以我小时候想当大侠 我今天穿这个我还挺高兴的 太帅了 太帅了 我是你的宝马 跟你一队我非常有安全感 我也有安全感 你长那么高 非常有被保护的这种感觉 来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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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拍戏都很怀念 你照顾我的时候 哎呀我天哪 天天想你们家酒餐盒子 真的 太帅了老师 今天是每次我 你逃在地上 也是都把我扶起来 所以马明月老师在我心目中 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 非常绅士的一个 小乖乖 小乖乖 你哪儿酸啊 我是这儿贼酸 对 就这儿 大腿小腿 还有屁股 主要是那个蹲起的那个动作 在这儿 我们整个屁股特别的酸 可能也没有想到 会弄成这样 对 给自己来个反光吧 打光 你放心你不用打光 你很美 对 你是全月球最美的女子啊 你月球只有我一个人 不要去 怎么玩啊 不计划我啊 你说我俩擅长的游戏类型是 我们俩主打就是一个陪伴 主打就是陪伴 再过几个月中秋节快到了 我们就在这里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对 蟹肉外面好好吃 好好香烤酥了包 现在就馋了 好的主人 我现在立马就给你做 做 马上做一个 秀地变一个 今天的牛和马 你想要每个蟹肉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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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不计最后你是跟孟子一开始穿帮了 惨大 一种第六感 嗯 油然而生 我在头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有 我就觉得 因为我觉得贝比姐太聪明了 有可能会被拉走 如果我是游戏人的话 我一定会拉贝比姐 是 所以第一盘移孟子一好不容易接着去找贝比 是吧 是的 那我也感觉到了 观众朋友们毕竟在看我们推理时候的那种 上帝 上帝视角的感觉 上帝视角 在这里也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自己玩的时候 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没有任何字幕 花字 没有提醒 没有别人的画面 没有表情的结束 真的很难 而且这么多人 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盯着对方的 眼神 眼神 表情 所以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你做到 你这位票头对吧 棒棒棒棒棒 不太多 但是我这次发现大爷在说假包 就是他 小动作好多 这样子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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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呢 谁呀 看公子一的旁边 我出来的时候 就是在那放着呀 真的 超迷信 他后来有点过于 太慌了 过于激进了 就像上程程一样 对 就已经画太多了 对 就这个问题 后面我就看到 原来后面孟子一跟程程完全就画像 他们俩都画状了一样 对对对 所以以后我可以给你这个人 希望自己可以都进步 把长点心把周深 进步一下 把周深在腿里这方面 这么分析下次大家都不说话 大家都 干嘛 那我们节目就只能看后织老师 看花子 去解读一下 只有花子 你们两个六元挺绝的 对 真的 这什么运气 跟鞋了 是 真的无语了 可能下个月搜叫 好难 冲骰子 叫月工CP 两个老六 月工老六 月工老六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我们去看一下 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等着您呢 没想到 绝对的意料之外 意料之外 我们一直在求求 不要给我们身份 不要给我们身份 这都不重要了 这都没有说周深今天能撕掉你才 这件事情 振奋人心 真的是值得刻跌 以后来的每一个嘉宾 我都告诉他 不要死我 不要第一个死我了 我可是手刃李晨的人 就是完全没想到 因为之前第一个游戏什么的 我们特别落后 三次应该都是零分来着 我就想说 没关系 那就当玩一天吧 然后完全没想到 最后逆风翻盘 都多亏 沙耶老师 有一个好点子 还是平时人品积攒到这儿呢 信任吧 大家的信任 民间故事 你难道我们了 女娃可天啊 对 女性力量我觉得 帮助人类吧我觉得 对 这是我第一个想到的 超温月嘛 对 为什么呢 超多美啊 神笔马良 因为小时候就是那个 对这个故事印象比较深刻 是想要一只她那样的笔吗 还是 对 这不今天给了一只笔吗 梦想成真了 四大美女 西施 就是赵俊 貂蝉 杨玉环 他们故事 陈鱼 洛艳 毕业秀花嘛 我都 司马光杂刚算吗 我小时候觉得 听到司马光杂刚 我就觉得非常有智慧 非常勇敢 对 我长大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 宝莲灯啊 这些其实小的时候 也都看过 也都挺喜欢的 一些聊斋之意里面的故事 我也都挺喜欢的 我们最喜欢的民间故事 就是陈鱼环 讲的是一个烦人修仙的故事 对 也是我们两个演的 对 我是她的师姐张茵茵 对 我是她的师弟 我叫什么 季若晨 季若晨 对 我是她的师弟 季若晨 《长鹅奔月》 《长鹅奔月》是每个人 心生得很深的一个故事 还有什么 《跨库竹日》 这些都是 这些故事就是 你从小到大 你都会不经意间 从各种渠道去听到 所以你可能没有去 刻意地去翻那本书 但是它就是 一直陪着我们长大 我拍古装戏很少 对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都愿意去尝试 我也是 我希望可以演 就是那种 聊斋之意里面的 一些小妖怪 我都挺喜欢的 小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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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聊斋里面的 那种小妖怪 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马良吧 神笔已经有了 现在就差导演了 一些带着皮肤的角色 我今天是长鹅 然后一一是西施 下次搞个什么呢 孙上香 大条小妖 孙上香可以 鱼姬 鱼姬 我很简单 做个人 扮演一个妻师 貂蝉的都行 这次给人整了一将军 那我就愿意当这个 姐的侍卫吧 对 狐狸之的那种 我扮演一个淑女 然后成盛扮演一个人 对 姐是一个淑女 我扮演一个大将军 你这故事的角色 她说她想演一只 这是男生狐狸 男狐狸精 我还想试一下梁山博 与朱英台最后变成小蝴蝶 我还觉得她是一比一 还原的那个铁山公主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很漂亮 跟我们一样漂亮 对 从来没有梳过这种发型 这是我第一次梳这样的发型 我说真的 鲨鱼老师这个鱼 我是真的没想象到 出来一个鱼 吓我一跳 然后其他就是姐姐们 都特别美 服装怎么样 姐姐 服装挺帅的 我觉得你穿啥都帅 就是那个 那个鱼 就是那个鱼的那个后腿吧 有点那个就是不紧定 你知道吗 总体来说 大家今天整体造型号 每一套都很惊艳 我觉得今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鲨哥的鲨鱼装 就是鲨鱼装 听起来就是很厉害的样子 但其实它很悲凉 肯定是范晨晨的马的 范晨晨的马 和晨哥的晒 沙爹的鱼 鱼是可爱的 马真的是搞笑的 有一说一说 咱们的衣服越做越好了 真的 越来越精细 而且他们后面还有半马 真的 半马之后还有人形 就不光是精致了 现在还有一些灰鞋 已经在期待下一轮 我们来穿什么衣服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 创意很好 我觉得它会很沉 但是其实那个挺轻的 满意吗 对 今天这个 满意 满意 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就是行动不变 我说什么 我要扮成南板相飞 什么 周身变成蝴蝶飞 就很像就感觉 对 然后又觉得很漂亮 然后又可以穿到古装 很开心 其实更像百合少年 是吗 刚刚那个 这个翻出来更像 这个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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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本来是比较纠结 和复杂的 但是当我看到了 程程和李神之后 我就心里很平和了 发心了 我觉得我那时还是挺时尚 很风格的 对 想晕倒但是又舍不得 对 就是还是很惊艳的 其实半人马的那个状态 其实是最熟的 你说我那芭蕉扇吗 芭蕉叶 我已经在节目里面 多一次地向导演问申请 说确定没有拿错衣服吗 那是个道具吧应该 不是个衣服 就是最后那个游戏 骗人的时候 主要是李诚哥哥他们一出来 就是完全把我们想说的全都说了 一模一样 连话都一样 就吓了一大跳 所以就赶紧后面找吧 但是没有想到 还是有点成功 那一定是私民法院 我觉得我的搭档 那就是冷静分析 然后不被别人游说 然后动摇自己的观点 最后资讯很清晰 那段主要主打一个第六感 说实话 其实最精彩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维莉姐 这个在资名牌的时候 竟然没敢下死手 怕大家受伤 但就是 就那么稍微小动一下 都能感受出这个 习武之人的这个招数 还是非常了不得的 我觉得诚诚就是那种 游泳有谋 特别有思想 然后有自己的想法 当有缘人的时候 把他们都给骗了 我觉得特别游泳有谋 今天她在节目上 她的逻辑 她特别的卷密 然后包括她分析 每一个事情 每一个特别细 我觉得这样还挺让我惊讶的 不光有美貌还有之魂 黄毅可以 这个地面跟我们这个伟丽 长达一分钟之间的缠斗 我觉得李晨特别照顾我 对 因为我第一次来 就是有很大的安全感 然后她脑子非常非常非常清晰 我觉得伟丽应该跟那个黄毅他们 多来一来 像子役他们都来过很多期了 都跟我们很熟 但伟丽跟黄毅都是第一次来 所以第一次来的朋友们呢 多多少少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矜持 放不开 但我觉得相信你再来 我们这一定会玩得特别开心 就放开了也 放开了 你会感受到我们节目的好男人家庭的氛围 没有什么压力 到最后就是真的就是很认真的玩了 我们今天就是搭档非常默契 我们就是怎么来的怎么走的 我们非常佛系 没有带走一片云海 对 我们的组合叫随缘 随缘 就是两袖清风 对 就是来也空空去也空空 对 就像李白的诗跟我们说的一样 对 人要活得洒脱 是的 对吧 要休闲 不要在意这些就是外在之物 对 今天的节目是不是非常的有意思呢 想了解更多的精彩花絮 记得要关注跑男来了 也要关注每周五晚播出的奔跑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